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赵立我们先来看一下 昨天要说错是上周五市场的情况 那么上周五的澳洲股市是迎来上周第二次的上涨 非常可惜的是上周五个交易日中只有两天澳洲股市是上涨了 上周五最终澳洲股市是在一样矿业和金融的反弹之下 帮助大盘是涨回来了大约是0.8% 中国方面的A股也是一样 在上周五出现了大约是0.6%的涨幅 上海方面收盘在3268点 深圳收盘在10646 涨幅分别是0.6% 欧洲方面三个国家基本没有变化 上下变化都是在0.1%以内可以忽略不计 美国三大指数也有两个是下跌 一个轻微上涨 但是幅度也都是在0.2%以下 另外黄金价格在上周五的时候保持了原地几乎是原地踏步 另外石油则出现了轻微的上涨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来说一下外汇市场以外的话题 就是现在的灰山乳液的风波 最近几天我们刷朋友圈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 现在所有的媒体或者说很多财经的报道都说到一家中国的在香港的上市公司 就是灰山乳液 因为美国的混水公司的一份报告 股价是出现了90%以上的暴跌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跟大家聊聊这件事 那么暴跌的具体过程我就不一一说了 其中的传言或者是谣言之些我们也不去说它 简单的来说就是美国一家专门找那些财务作假的公司 混水公司发布了一则关于灰山乳液财务作假的报道 那么这个股价说到其股价严重不符合其本身价值 这则报告使得灰山乳液的股价在香港证交所短短20分钟之内 从2块9毛钱港币打到了不到4毛钱 虽然最后是临时停盘 但最终收盘收价下格也在0.4港币 这个价格还不到2块9毛的领头 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美国混水公司它恶意重伤 还是投资者反应过度 可能在我看来这两个原因都不是主要的原因 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个公司本身由于财务作假 而使得其失讯于人 其实在我们看一下这个灰山乳液2016年第二季度财务报表里面披露 公司在生产的这个奶制品 它的毛利润高达了55% 它的净利润有15% 我们做实业或者做企业的朋友们都知道 你任何一个产品现在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之下 你的毛利润能够达到55% 那是一个什么那是得多赚钱的行业才能达到这么这么高的毛利 那么灰山乳液给出的这个为什么这么高的毛利和净利呢 它给出的原因是呢 第一由于它的奶牛啊 使用的品种是国外特别好的品种 因此产奶量是其他同业竞争者呢 高出他们的两至三倍 这一点呢我们就先不去管它了 已经非常的啊让人无语了 第二点说到呢奶牛所吃的饲料叫做一个叫牧畜草啊 啊牧畜草的话呢 这个草啊大部分呢之前是要国外进口特别的贵啊 他们说呢他们自己的自营牧场可以生产牧畜草啊 价格只有进口的四分之一啊 就因为这两个原因呢 使得他们的毛利润在奶制品上面非常之高达到了55% 那么看了这两个主要的这关键的原因和数据啊 啊这也是美国的混水公司啊 着重强调的这两个数据 我们看一下中国乳业巨头猛牛乳业啊 现在目前排在第一 他们的毛利 他们的净利润只有百分之百分之五 也就是呢 这个灰山乳业呢 净利润要高出猛牛整整三倍啊 那是有多么牛逼的情况之下才能高出同业老大三倍的净利润呢 如果我是灰山乳业的老板啊 我的牛产奶量是别人的两到三倍 我就不用卖奶了 我就专门去进口这个牛卖给别人就可以了啊 同样我的草 我的草的进口价是进的是是别人进口价的四分之一 那我还做什么奶牛呢 我直接就是种草就可以了 种了草卖给其他的同业的这个竞争者 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了 这不更好吗 还那么费劲干嘛 所以说他们这个造假啊 在我看来是造的是非常的这个 这没有智商啊 编的数据居然能够编的这么夸张 而关键是呢 他们编了这么夸张之后 还真的有审计公司愿意在这个审计报表上签字 这个胆子也真是太大了 这简直就是呢 有钱能是鬼屯没 那其实美国的混水公司呢 也不是第一次要去这个 做空这个灰山资本灰山乳业的股票 早在去年11月的时候呢 他们已经出台了关于他们股价 财务报表有假的这则报告 但是呢 当时由于呢 灰山乳业啊 这个关系往通天 临时申请了停盘 后来把这事给按下来了 这一次呢 刚好啊 这次美国的混水公司也不是吃素的啊 他就瞧准了时机啊 趁这次呢 中国主要的部门的领导呢 正要不就在飞机上 要么就在开会 手机开不了啊 这个时候呢 突然发难 这个时候呢 这个灰山乳业呢 他找不到人啊 找不到人 无法做这个临时的停盘 导致呢 开盘之后 消息发布出去 被重压了90% 这个怪谁 只能怪他们自己 谁让他们作假啊 那坊间有人传说啊 老板呢 拿了这个30个亿 后来去干啥呢 去做房地产 那他也是非常的点贝儿啊 我们知道在中国前几年房地产 你基本上呢 你长江以南城市随便买个城市啊 房价都是涨至少百分之四五十 那他呢 非常不幸的是呢 刚好投在东三省啊 沈阳 那东三省呢 是全国目前唯一的大型省份里面的过去的房价 非但没涨 还下跌的城市啊 所以说他真的是点贝啊 这个能怪谁呢 还得他怪他自己 要他买在上海的话呢 惠山乳业 所以说不定 他已经成了全国前十了啊 那如今呢 股价被腰斩啊 不是腰斩了 几乎被斩光了啊 只有10% 那这个也不能怪别人 谁让他自己财务作假 那从这个事件中 虽说他不是外汇 也不是黄金 也不是石油 但是呢 我们投资者依然要从中吸取教训 尤其是呢 这个 说到呢 这个 我们别看啊 人家说外汇风险大 黄金风险大 股票 股票总安全了吧 20分钟 照样打掉你90% 你说怎么办 要是放在中国 你说 哎 中国好啊 中国有涨跌停板 行啊 涨跌停可以啊 我来七个跌停板 叫你哭 哭都哭不出来 所以说 首先我们要知道 在金融市场里面 不论是什么产品 没有一个绝对的稳定的 如果别人跟你说 你投资个产品 包你赚钱 没有风险 那肯定是在骗 是在忽悠 不论你做的是 股票 外汇 黄金 石油 甚至于房地产 都会有风险 只要是你投资 那必定是有风险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也是我们说到的 从这个事件中 我们可以学到呢 天上没有掉下来的线饼 一家公司看上去财务特别好看 盈利特别牛逼 比别人多赚钱 那你就要留一个心眼 他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是因为他的牛特别厉害 是因为他的草价格特别低 我相信 如果大家有机会 有时间能够读一读他们的财报 知道他们的高利润 是来自于这么两条非常低智商的理由 相信99%的投资者都不会去买他的股票 那就是因为呢 大部分的投资者是懒得去看公司 懒得去看他的财报 所以即便是他编出这么荒唐的理由 大家依然是没有去识破 不是没有识破 是压根就没有去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热门话题 接着我们再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今天说的一个重点产品 今天呢 给大家说一下的是欧元兑美元 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图是欧元兑美元的日线图 也就是中长线级别了 从去年的对上去一看 11月美国大选之前 曾经有一次摸涨没冲上 从去年的11月一直到现在 三个月时间 接近于四个月时间 欧元始终处于下跌 这个趋势呢 在今天早上被正式突破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欧元兑美元一个大涨 应该说是跳空高开 目前欧元是降临于过去三个月的 最高点之上 如果以现在的情况继续走下去 那么欧元很有可能将会冲击1.1的大关 但这个呢 强调两个 第一 法国 德国 大选时候呢 不要出什么幺蛾子 正常着来 那么欧元很有可能将会继续走高 所以在中长期 大家可以关注欧元产品 目前已经出现了四个月以来第一次的翻转信号 那最后呢 今天投资者需要注意的事件 是在澳洲时间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呢 德国会出台商业新兴指数 届时对于欧元必定还会产生某些影响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 好 谢谢大家